清查人员进到远东油脂工厂 现场违规的油槽立刻被贴上封条 大动作击查原因是远东油脂 涉嫌使用无水奶油 还回收过期的乳马林再制成商品 包括市面上最常见的乳马林 玛雅林 酥油酥片 高级白油奶油等19项产品 将近906吨 桃源卫生只立刻封存现场油槽 共进油品43吨 但估计863吨的再制品 已经流入市面 打开乳马林再涂抹上白吐司 这是许多人早餐最常见的组合 但现在过期的奶油 可能早就已经被民众吃下肚 863吨的再制品 多数流向早餐店 面包店 超市便利商店或素食店 另外就连牛排店 美食餐厅 烤肉店都经常使用奶油 来提香料理 使用鱼鳍的原料再制 已经违反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第15条的规定 我们将会依同法 来才把6万到2亿元的罚还 远东油脂违法再制过期商品 已经违反食品安全法 可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还 如马林被查出 使用过期的商品回收再制 而我们来到远东油脂公司 完全就是大门深锁的状态 业者初步的回应是说 只是近期的员工疏失 业者已经主动回收将近50公斤 也发表道歉声明 表示会透过经销商回收相关产品 接受消费者原价退费 并全力配合司法调查 但却又被民众加码爆料 工厂内发现工业及硫酸 但初盘式加工助剂 制成后不会残留在食物内 给予安全考量 卫生局仍然将相关的产制品 带回检验离青 老牌奶油如马铃 现在却被查出 竟然使用过期品重制 不但影响所有台湾人的健康 更重创自己老品牌的商誉 记者桃园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